大家好啊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英国马蒂尼亨利步枪 1862年 美国人亨利皮伯迪获得了后堂装填步枪的专利权 这种步枪采用起落式枪击 枪击下降时弹壳可以自动抛出 使得下一发枪弹能够快速上堂 19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 亨利皮伯迪步枪受到了土耳其 西班牙 罗马尼亚 加拿大 新西兰 墨西哥等国的青睐 出口数量达数万只 1866年 奥地利设计师弗雷德里克冯马蒂尼 对皮伯迪的设计进行了改进 用安装在枪机内部 有弹簧控制的机针 代替了外置机锤 并重新设计了机下 加固了抽客构 这些改进措施减少了 从扣动扳机到底火发火的时间间隔 大大提高了枪的射击速度和精度 马蒂尼当时常驻瑞士 因此 他希望将他设计的步枪推销给瑞士军队 但是瑞士陆军已决定 采用旋转后拉使枪机的单发步枪 马蒂尼指的转向其他国家寻求机会 1867年 英国陆军宣布寻找一种新式步枪 取代英军装备的0.557英寸 口径的斯奈德步枪 马蒂尼携带他的步枪去了英国 最终因其出色的性能而如愿重选 1871年7月 马蒂尼步枪被英军正式采用 按英军的要求 该枪采用了由苏格兰设计师 亚历山大亨利设计的带有唐县的枪管 因此英国陆军将其命名为 马蒂尼亨利MK一部枪 马蒂尼亨利MK一部枪 全枪长1245毫米 空枪重3827克 发射0.450英寸 11.43毫米 口径 伯克赛亨利枪弹 枪口出速380米每秒 有效射程370米 最大射程1700米 发射速率每分钟12发 采用升降式枪机 单发装填 其保险装置是位于机匣右侧的 水滴状待机指示器 待机时 只在10点钟的位置上 几发后则只在12点钟的位置 枪机匣的右侧顶部 可有维多利亚王冠标志 MK一部枪在野战使用中 暴露出了些问题 包括 戴要质量引起的枪械故障 后座力过大 连续射击时 枪管过热 刺刀过于笨重等等 后来英国人又对MK一部枪进行改进 陆续推出了马蒂尼 亨利 MK2 MK3和MK4型部枪 MK2型除了重新设计了表属 护木 扳机和枪机外 还加强了枪托后部 省略了保险装置 并用刃长552毫米 带有环形做的磁刀 取代了原先的刃长 577毫米的弯状刺刀 MK3型取消了下护木部位 原先使用的销是连接 而是使用勾形装置 勾在机里的前部 带机指示器变得更小 并采用增加了直径和强度的急针 MK4型则是为了发射 0.402英寸小口径枪弹 而专门设计的 分为两种型号 都安装了快速装填器和保险装置 马蒂尼亨利步枪 最初使用的枪弹口径为0.450英寸 采用伯克赛事敌火 卷制黄铜皮弹壳 在实战中 这种弹壳容易变形 撕裂 受潮 而且当连续发射温度较高时 薄铜皮容易粘在弹堂上 阻碍抽壳 在射手试图强行从弹堂里 撬出空弹壳时 还容易导致弹壳底部撕裂 而卷制黄铜皮弹壳 却留在弹堂内 导致无法继续装填弹药 1855年 为了对付群体犯罪 英国陆军使用了配备 鹿弹的马蒂尼亨利步枪 鹿弹是一种装有11个小球的 带有伯克赛事敌火的枪弹 直径为7毫米 内装黑火药 为了防止弹内小球相互碰撞 发出声响 损坏金属薄片的弹壳 弹壳内的空隙都用骨粉充填 马蒂尼亨利步枪 是第一支完全按照金属弹壳武器设计的后装枪 他在英军及其殖民地军队中服役长达三十多年 在他服役期间 正值大英帝国在全球快速扩张的时机 日不落帝国的每个角落都留下了他的身影 在一千八百七十九年的祖鲁战争中 不足五千人的英国红衣军团 依仗马蒂尼亨利步枪 彻底击毁了两万多纵横非洲的祖鲁武士 这个已敢于猎杀狮子而闻名的 非洲最勇武的民族就此为征服 而这也不过是大英帝国全盛世纪 众多被征服的民族中的一员 好了本期内容就是这些 喜欢的朋友请点赞 没有关注的记得点个关注 我们下期见